好再看到秀林乡13、14号将在秀林以及文兰村的多功能集会所要施打莫德纳疫苗 那么由于55岁以上原住民和65岁以上非原住民的长者还有名额并且没有额满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呼吁民众赶快网路以及电话预约来提高乡内的施打率 13、14号两天秀林乡部分分别在秀林和文兰村多功能集会所来施打莫德纳疫苗 由于秀林乡在13号还有106剂以及14号还有381剂疫苗 秀林乡亲还没有前来登记 秀林乡长王玫瑰也呼吁乡亲通过网路和电话预约 针对防疫的工作现在目前我们的疫苗慢慢往下修 那在这里呼吁我们的乡亲或许是讯息不好没有听到在这里呼吁乡亲能够赶快去施打疫苗 那后续的整个防疫工作我们还是会积极来推动 那除非就是我们整个乡里面的疫苗每个人疫苗都打完 我想我们才会可以放心目前我们的年龄层往下修到原住民55岁以上 那非原住民就是65岁以上那目前我知道的我们秀林乡的那个施打数 还不足还有很多非常好几百个名额我希望各位乡亲能够及时的透过网路的一个预约或是透过电话的预约来进行 那13 14号预计就是在闻南多公民集会所以及秀林多公民集会所为我们的长者来施打 就像我们可以表示13号和14号两天的疫苗都是莫达那疫苗 地点分别选择在秀林和闻南北区和南区来施打 由于还有名额希望长者们可以透过指引的协助 透过网路预约施打或以符合资格的乡亲前往施打 提高发炼线疫苗覆盖力也提高每位乡亲的免疫力 记得久不见到